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持续了近两年的疫情 给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带来了许多的改变 因此不少行业和职业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场巨变之下 我们的下一代该如何选择他们的职业生涯 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 在这之前 面对不同的专业选择 又该怎样追求他们的教育路径呢 今天的讲座由Enlighting's创始人 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未来十年 最有前景的十个大学专业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 谢谢艾利老师的介绍 今天网上我们这个题目 主要是围绕未来最有前途的30个专业 我选了10个 因为30个确实太散 而且我们发那个文章的时候 很多家长反馈就说 现在硅谷好像也活得活不下来 这些职业 所以我们就选了10个 就是即使它的终止上 国家终止的话 在硅谷活得应该也是可以 包括在加州比较贵的一些区 我们讲这个题目的主要目的呢 是其实我们一直想讲 但是因为很多圣经大学的新闻 和一些相关的这个 教育方面一些改革的新闻 就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时间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一般每年都会讲 就今年在一地出来之前 我们花这个周的时间 给大家探讨一下 因为很多家长在咨询的时候呢 过度的聚焦 某个大学 某个排名 某个专业 我进了 他就认为打包票了 但实际上 和我们沟通之后 把我们的顾问带了之后 发现家长对这个孩子 未来职业的选择 还有孩子本身的这个特点 学习能力 本身兴趣 还有家里边这个资源 资源包括父母的受教 有程度还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和资源 很多方面 都是空白的 就家长只认为 好像去着大学 孩子就怎么样了 实际上统计发现 完全不是这么个情况 一会儿会有一张图 非常清晰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孩子是本科 中生学历只是本科 或者是研究生 或者是PhD 他的收入的区间差别非常大 也就是说中职的本科生 就他中间50%那批人 他的收入和 其实和读完大专 就设计大学的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家长 应该花时间多研究研究 为什么要去大学 就是为什么要学某个专业 你有没有考虑自己要什么 包括孩子本身的特点 这个我觉得比 讨论一些技术层面 要更有价值 那今天我们讲座的话 还是和之前一样 分几个板块 一个的话 我们讲一下时代背景 在之前会加一个slide 讲一下最近的新闻 最近有几条新闻 可能和男家长关联度比较大 然后第二个就是 教育跟职业就业的关系 这个和我们老板上面就有关系 我们不是做职业规划的 但是我们是做教育规划的 第三个就是未来实业都有前景 这是根据美国劳工部 做的一个大量的调研 和这个市场的survey之后 他做出一个判断 和基本上主流媒体报道差不多 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教育路径 家长最关心的这个点 最后给大家时间Q&A 然后开始之前的给大家插播一条 就是最近的新闻 因为这个礼拜开始逐渐有走路 就是绑定型走路 一滴的录取结果开始出了 目前这些学校不全 我只是放了几个就是家长比较喜欢的 一般霍普金斯 莱斯 达特茅斯 Washley St. Louis CMU这些学校都录录去出结果了 然后威斯里文理学院也在出 到15号会到一个井盆式的点 因为大部分学校都是15号出 特别是藤校 家长对方录的藤校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每年都是非常日常 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分享 会分享自己的孩子录了哪个 但是我觉得家长 第二条是我想说的重点 就是家长千万不能被这个特点误导 举个例子 乌伊斯里女校 这个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女子文理学院 她的ED录取率40% 你看似很高 大家觉得我也可以深了 因为她的录取率就像房仕大学 或者一些大的本科 像那个UiUC 这种大的本科录取率一样 大家会觉得 哇那这个是不是很好 其实不是 ED的录取名额 确实是在文理学院和私立大学里边 都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批学生不一样 校友的子女 经常借钱那些校友的子女 还有学校教职工 教授和管理人员的子女 还有运动员 当然文理学院是没有运动员的 这种特招的 他都会选择在ED这个阶段去申请 包括一些 就是不差钱的 不带货奖学金的 也会在这冲 所以他整体的池子不一样 所以录取的标志非常的高 不要被表面录取率所震惊 因为大部分的录取都集中在RD阶段 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 我们ED也有个学生 今年录了CMU 但是我们其实在他录之前 我们看他的profile 大概就照这个区间能达到 所以基本上我工作也 我就告一段落 但大部分学生还是要做RD 因为ED的话 一般会冲比较risky的 所以给大家说一下 就不要被朋友圈 或者是一些媒体 你们就看出影响自己的节奏 该怎么升怎么升 还有很多天 还有寒假 把接下来申请做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整个时代背景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未来发展方向 是因为在COVID之前呢 这个产业结果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主要有四个板块 从大到小 我想的肯定不全 是给大家一些基本的 这个背景知识的铺垫 一个呢就是移民潮 这个图可能大家看一下 这是美国二战以后呢 他迎来的这个生育潮 叫baby bomber 他有两个stage 基本上从40年代末 战争二战刚结束 一直到7 到这块就基本上是69年 到这个就再往下走啊 70后 就70后这一批的话 出生率相对就几乎见陡低 大家看现在的出生率啊 不光是美国 中国走得更低 韩国就更不要强了 按理说呢 国家越发达 他的出生率应该是偏低的 这里边很多理论支持上 有一派理论就是 他会有足够多的这个资源 他想集中在 就是偏投资了啊 我的资源再多 我如果集中在一个点 我就有的质量特别好 所以看在美国的这个 华人家庭里边 包括印度裔的 其他亚裔的家庭族裔里边 孩子两个的居多 两个的居多 三个以上的相对少一些 这是我在美国观察的 在国内那就更少了 读生子女这一代嘛 从79年开始计划生育 到到15年开始放他二胎 这整个这这段时间是断层的 人就是断崖是下跌 但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60后这批 逐渐走到了退休的年龄 呃 今年是2021年 马上2022年啊 那基本上 62年的明年就会退休 按周岁嘛 美国也就类似 虽然美国没有强制退休 但是60岁就更像一个心理年龄 很多人会考虑退休这个事 所以这是一个时代背景啊 就是technically技术上讲的话 这个baby bomber这一批人 他们退休会腾住 大量的工作职位 而且后续的这批人非常少啊 按理说工作应该很好找 对吧 从美国务部最近几期 公布的数据来看 疫情下这个 呃 好像就业律师现在特别好 就是历史历史也是比较高位的 包括川普在的时候也是这样 但最大的问题是 这些工作的质量怎么样 是否能满足 大家的生活需求 一会儿有样图给大家看他 非常震惊啊 就是收入的这个稳定性啊 非常的稳定 但是物价涨得非常快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矛盾点就在这 呃就是机械这些人退休了 那他腾出来的这些好的职位还在不在 回到我们第二个点啊 就是技术层面啊 在两两年前吧 啊我们我接触很多家长就开始讲 啊AI的 那大概是一两年前 疫情之前呢 那时候AI概念比较火啊 包括我们的这华人之光 那个李开复 李博士他写这本书 讲AI啊 有一派说AI是evil的 爱说AI是会帮助人类的 我们不管技术层面 但有一点的话 AI确实在取代大量的工作示威 就是咱不要讲太不发达的AI 就举个例子啊 做那个呃 广告 营销这块的 他做统计数据啊 那现在的话 很多第三方软件 举个例子咱们看YouTube 那个视频推荐 包括大家小孩玩TikTok 大人玩抖音微信视频啊 他有后面的算法机制 这个就算那种假AI吧 但是本来是有靠编辑选择素材 推送给你给你的偏好年龄 这些人工的输入 用Excel或者用一些基本的工具 现在没了 现在全是靠数据 你看了 假如说我和另外一个年龄 差不多的印度朋友 我们俩看的东西完全都一致的话 那他会断定我们俩是有 是一个画像 不管我们的组有多大差别 所以AI在光是广告这个层面 替代了大量的工作啊 包括一些基础的 包括一些基础的数字方面的工作 呃艺术类的 有的人说啊 那艺术类是不是好一些 其实AI的话这方面的应用更大 我在很多年前看了一篇文章啊 就是一个电影在放之前 他会做一 请一帮观众去测试一下 看他在哪个点谁笑了 他就前面那个 在电视院的那个座位上 有个有个那个摄像头 他会踹个那个非收 就是那个追踪 那个脸部的表情笑的 包括笑个狂状程度评刺 包括找这里边共享 还有这批人的这个特点 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一个文章 所以这个的进步 在各行业渗透率特别高 这是为什么呃 大家收到的这个推送越来越清楚 不管在亚马逊搜索买东西 还是在呃 谷歌谷歌上 那个搜自己的讯息 我记得当年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英文的时候也不好 我刚来的时候 就搜一些官数据的时候呢 因为你英文你不知道怎么说 那中国中文翻译到英文的 又比较声色 所以谷歌相当不是那么准 当时写paper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些句子想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改一下 有些句子不会写吧 但是呢 我最近几年我发现 当我把一些英文的合同 呃和一些legal document 还有一些呃 就假如说纽约时报 我用那个呃 谷歌网页Chrome 网页的这个一键翻译 精神度在95%以上 非常夸张 就是这个机械学习啊 包括这个算法 对这个人的影响非常大 那那那是不是翻译的功能就没了 那是不是editor的活跃 还有没有 还有那种沟通方面的轰多 因为我现在不需要英文专业翻译了 对吧 你翻译再好 我只有一键 我在那个浏览器上 我都不用两个动作 直接可以翻译 非常精神 也使用的非常准 呃 如果现在小时候读书的话 他但凡有点中文的功底 他写个paper 谷歌一翻译 他交出来 fribe ID 只要东西原上 所以我就讲 这个AI确实对影响比较大 那区块社员的时候 我个人不是特别懂哈 但最近吵得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它是概念 但是有一点 就是他们越来越来用 强大的算法 和已经大量积攒的数据 来取代人工 因为人的话是不确定的 人的话会生病 会休假 会有心情不好 心情低落 会有年龄大的时候 所以所有的工作效率 提升的终极目标 是像机器一样稳定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但同样 我觉得最近几年 不用担心这个事 因为社会矛盾 现在即使没有AI的入侵 这个疫情的话 已经到握出很多问题 所以我个人觉得 技术的革新 会把工作做一个调整 因为这是人类主导的社会 在AI统治我们之前 国家一定要会调和这个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发现很多 我们不理解的政策 在疫情这两年都发生了 很多我们完全不理解的政策 轻罪不判 包括一些发钱力的事 包括大放水 我们国家暴涨 你都不理解 他就是为了调和社会矛盾 所以家长千万不用担心 这个AI 我觉得有点早 喊了这几年 没有实际下去 因为只要是人类主导的社会 社会矛盾 它必须要解决 这就要通过大量的就业来解决 所以第三个就是 这个政治方面 这个其实对关系很大 我刚才提到一点 美国的社会矛盾 现在这种加剧 在录取上 已经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华人已经在连续三四年 在这打各种各种各种的官司 来告美国这个 包括耶路大学 包括哈佛大学 耶路大学撤诉了 司法部要调查 耶路大学的舞弊行为 对亚有其事 但是在川普卸任之后 新任政府上的之后 这个司法部就撤掉了 这个timing是有点tricky的 另外你看中美关系 之前的话 我很多学生就是说 他中文比较好的话 当年中国企业大量 在硅谷这边 键盘工室的时候 很多学生是因为会双语 收入待遇非常好 他可能技术一般 但是因为他会讲中国 他懂中文化 很多的很多的工作机会 因为当时 大概一五年 一六年之后 我还在一个创作复发期工作的时候 很多企业和那个国内 一些地级市 副市以上的领导 都来考察来投资 想来学借鉴美国的技术 然后来投资 包括就中美的那时候 关系比较紧密 但是这两年 变化非常明显 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 就是和中美相关 就你咱们作为中国人 中国移民 不管你是一代二代 还是一点五代移民 和咱这种身份相关体会的 这个红利期就没了 就是很多 我见过很多家长 他其实是放弃了 美国这边的工作回国创业了 有的发展还可以 但大部分现在其实都不太好 因为这个年龄的问题 所以这种对抗呢 也在减少这个工作机会 就是过去的话 你在中国有点资源 你是中国人的背景 其实很多生意 很多公司 你可以做到管理层 但现在的话 好像更多的话 如果你本身这个 这个华人的背景 没有太多优势了 因为中美这个脱钩 已经现在已经是个现实问题 然后美国受谋的就是 他们认为 华裔是个典范民族 他们收入是全美最高 我们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很多家人可能看到全美只有8%的家庭 年收入在20万以上 中址就是年收入在20万以上 而这个印度裔有四分之一 就是25%的印度裔家庭 移民家庭 他们是包括 就是他已经是二代三代 但他也是说印度裔二 他们的收入在20万以上 那华裔的话没有那么多 大概六分之一的家庭 有那么多 所以他们看来 就是美国目前的这种理念 是大家要稍微平均一些 他们比较偏共产主义 他们就认为社会矛盾计划 是因为底层人民这个收入太低 对吧 他不考虑别的原因 他就考虑这个表象 所以他就是 你头疼我就给你吃智能片 他不解决更多问题 但这是个现实问题 我们是撼动不了这个政策走向 但是我们可以去改变 所以就是家长也要注意这些点 就是政策的变化 可能对未来 华裔亚裔这些模范的少数民族 你像瓦里达大学 最近出条信号 特别气人 他在标注这个学校录取标准的时候 他就把特地标注了 华裔不算这个手术 手术族裔 不算有他人种 就是非常无耻的 把这个事蹬出来了 就是你可以藏着 掖着不说吗 你像华夫大学 就经常是亚裔百分之十几 放在别的族裔 你发现亚裔很多 他从来不提 很多学校在公布他们的 学生录取的时候 不会放那个白人 因为那是majority 这个可能非常正常 所以家长 我觉得要关注这方面政策 就是政策对你影响 包括UC 非常明显 我们在做的家长 基本上以UC为主 家长大学就是彻底取消 他搞了一系列政策 最后就是玩了一个小动作 把那个标画抹掉了 那他就可以操作 那我们今天拭目以待 看看有没有一个大幅的调整 是涨了还是跌了 就针对亚裔的录取 因为他数据是公开的 UC数据非常好 所以我们来看 特别是博和利 博和利这个学校 是非常愿意 通过增加女性的比例 少数族裔的比例 来增加自己所谓的这个 政治正确的这个点 所以家长 我们也关注 因为每年都会做排名 做整个湾区 还有南加州这两个地方 公立高中 UC录取的排号码 我们看具体的数字 我们会看这个配号趋势 去年前年我们写了一篇文章 有些学区的话 一半一半的砍掉 那今年我们会 适时的给大家 发布这个数据 让大家继续关注这个事 然后第三个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COVID 对雇主的启发 那目前为止 这个疫情几乎 已经接近两年了 然后爱着中国的爆发时间 已经两年了 那老多老板就发现 这边好像不来上班 我更能给他们安排活了 对吧 我可以天天朝系统来盯着他 在这上班的话 他在路上还可以 还可以浪费时间 那大家的话天天996 对吧 所以对雇主企业启发 一些不太需要 人来的这些企业 就是那种可以大量 特别技术工种 他可能这些雇主 尝到了甜头 假如说有些公司 公司正常就是说 如果你愿意搬到外州 你的配饰 是有点减少的 这是很多家长工程返回 就是假如说 我搬到夏威夷了 我反正没买房 我太太或者孩子 我们去夏威夷科罗多州 去别的地方西雅图 那我是不是拿这边收入 不是的 他会有一定调整 实际上对科技公司来讲 他的生活成本在降低 就他的那个 劳动力成本 为什么 你当你在家不需要抗率的时候 你实际上工作时间更多 而且当他没有看你在那 给他加班干活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一直在偷懒 这是雇主的一个 不是说剥削的处性 利益最大化 这是商业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觉得 很多雇主会认为 这个模式可以搞 因为他通过 如果remote是一个常态 他可以过外周 更便宜的劳动力 那当然有些工作 是一定要讨论的 包括zoom的这个流行 对雇员的启示 有些人都会觉得 好像我的 我因为做科技方面的工作 或者是我做那种 professional的工作 我做的那种律师 现在上天可以通过zoom 我不需要去排红市 那我可以买个 房子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可以搬到别的地方 对我可以跳槽去那些 一些公司 保证我未来几年还是remote 但是我可以住在一个 非常便宜的地方 我可以享受 我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房子非常大 社区很非常好 因为外区这边很贵 所以这个covid的疫情 看似短暖 但是因为这两年的尝试 remote这种 人和人之间距离 对人的影响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 这个深入骨髓的 你举个例子 过去我们很多外州的家长 在网上找到我们 都觉得哎呀太远 包括我说的外州的话 就是像华盛顿州 别的州 他们就会觉得 你这有几个办公室 你这够不够规模 这个老板好像貌似 还挺年轻的 不是说那种 看着特别有经验的 他们考虑各种各样的点 但是因为疫情 我们做了一个YouTube视频 我们就把我们的讲座上传 做一些剪辑啊 给家长看 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州的家长 我们外州家长 现在慢慢占据我们 整体学生和家长比例的 30% 40% 甚至会更多 因为家长已经习惯了 他觉得哎 既然是在线 那我不需要 我可能以前住在 Marine County 或者Sacramento 那现在我可以开车 我不用开车了 我就可以在网上 看到这个 奔任公司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对比几家 我觉得谁的东西讲到有道理 更符合的教育理念 我就选 这是从我们本身的一个变化 就家长 现在没有人在问 我们有多少家办公室啊 我们住的是不是在那个最贵的区啊 我们有没有那个 Dress Professional 没有人Care了 他们更贵贵本事 看你的专业程度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就是 真实型的 律师也是这样 我对面 我们家对面一个白人律师 他已经在家工作两年多了 他说没有降级 反倒增加了 因为这个犯罪率高发了 他是一个刑事律师 所以这些背景呢 就是给大家一些铺垫 让大家就是在这个前提下 你考虑一下 未来孩子职业选择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考虑因素 这个刚才大家看这图已经讲过了 大学教育跟就业的关系 这两个话 很多家长是搞不清楚 他认为好学校保证就业 实际上不是这个事 给大家看个图案 这是美国比较有名的一个调研机构 PaySkill 他会有一个数据的收集 他们这个公司主要靠卖数据赚钱啊 你看 就是看这个就是20年 工作毕业之后 工作20年的这个收入啊 就是大家看 就是基本上MIT嘛 哈维马特 这个学校家长一定要注意啊 你不要以为这个学校是 他就比MIT好 或者差不多差大了 他之所以数据这么极端 是因为这个学校 他都是学理工的 这个学校只有八百八九百个人 非常小的一个文力学员 在南加州 在帕萨特特尼娜 五校联盟那块 所以他就等于是 把伯克利的工程学员拿出来比一样 如果你把伯克利的工程学员拿出来比的话 秒杀这几个学校 所以说他的数据是不匹配的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以为哈维马特是多么好 这学校确实不错 但是他的数据对比是有偏差的 然后他的成本呢 大家看看啊 这个学校为什么排的高 军校嘛 他的学习成本非常低 这个学校直接就不花钱 那个西点军校 对吧 还有这个是海事学院 国内的家长都知道 他做海员的 那收入也高 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榜单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这些学校的 他对比的这个点啊 不要盲目的去 根据这个榜单 去做你的学校选择 因为他有的信息是不全面的 而这个学校呢 是我们有另外一个 专门受责研究生 甚至的这个大卫老师 他就这个学校毕业了 这个学校就业率非常好 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 专注于这个矿业开发 石油看菜 这个专业他非常的厉害 在行业里边非常有名 但这个学校呢 收入其实以前更好 只是因为这两家石油的价格比较波动 所以最近这两家其实稍微差点 当年的话 本科就业率一直是全美非常top的 然后这个学校录取难度也不特别大 学费 学费也不是特别贵 加州加州理工啊 这个就这个还要 就这些学校 反正你看普林斯顿 这就不太一样 因为普林斯顿的话 他什么专业都有 虽然他也是理工科比较突出嘛 所以家长在看到 可能要看成点Stanford拍18 但如果你把Stanford的 Stam的学生拿出来 或者学medical的 将来要读习学院拿出来 那可能要秒杀这些 所以家长看这个单的时候 一定要要要注意这个数据的 这个涵润的范围 然后我们来看就业的关系哈 这个话不是鲁迅说的 我们自己编的 我那些突发起来想了一句 因为我们 我们怕我们的这个文章题目和这个讲座 对家长有误导 因为家长呢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一些家长就是条件比较好 他会说啊 我的孩子呢不在乎钱 我也不差钱 我希望孩子happy 我希望他享受生活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 钱是决定幸福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观点 这是我们观点的一个经验啊 就你只看投资汇报率的大学教育是狭隘的 就是嗯 因为投资汇报率数据很片面 而且你不知道你这个专业 还有你这个个体 在里边是中职呢 还是属于top25% 还top1% 你都不知道 数据只能给你做一个参考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而且你不知道这个家庭的情况 有的孩子他读什么学义 无所谓的 反正回来继承家族企业 对吧 或者父母本身就是做的非常高位 在家里边 呃那个家家风非常好 就是带孩子一块做项目呀 包括带他去参加各种business meeting啊 那孩子耳容忽然的这种专业是一对一的 没有学义可以匹配 对吧 你要父母是个企业家 著名投资人 你就在反正听他们讲那些话 你投资的精神度也比较高 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提炼过最成功的景点 成功是成功的母亲 对吧 所以我就说这东西是没法衡量的 所以不要只看大学教育率 他只是一个参考 呃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吧 然后第二个无视教育 教育这个投资合格率的教育是无知的啊 这话我们说的比较绝对啊 原因呢 美国大学教育呃 他经常不太提钱啊 学费啊 包括讲一些 他会用一些非常贯美堂堂的名字来提 但是大家知道啊 美国大学学费的涨幅呢 超过美国房子 就他涨幅非常夸张 那比收入涨幅度更大 而且美国学生贷款的这个 南北也是非常惊人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 不管是政府给你的无息贷款 我说无息不是一点钱不要 他是在你读书期间不用交理系啊 还是各种私人产业 这是一个非至少上千亿的生意 上千亿美元的生意 非常赚钱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没有大学教育 你的收入会非常低 对吧 那很多人他要读书 他也没有钱 那我可以带给你啊 Federal给你的钱是不多的 你就要借private loan private loan的话利息就很高 而且这个student loan 是几乎不可能申请个人破产的 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产业 也就是你花这四年的 不光是青春 不要把大学当成压压塔 他是一个提供教学资源 你的生存技能的 提供你就业技能 这是他的基本的这个责任 千万不要被这个牌子给洗脑 他会觉得啊 哈佛我们是哈佛 我们培养世界领袖 假如哈佛有一天 他里边50%学生就不了业 那可以去告这个学校 花那么多钱 你又不给讲钱 为什么 对吧 而里边个别的成功案例 会让你觉得 好像是个学校 是我不成功 是我的原因 其实不是 好的学校最厉害的 排名高的 会吸引那些特别牛的学生 这些牛的学生可能学术强 可能竞赛强 可能领导力强 可能家境比较贫寒 或者有那种比较 struggle的童年 还有一个权贵的子女 他们都是会被这些 学校吸引 选到那 这就是为什么学校 都在打到自己的排名和品牌 他会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去 而不是他本身 能够教育最吸引的人 不是的 如果你看教育质量排行 哈耶普斯根本就不是 排的特别靠前 麻省理工可能是比较靠前 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这个学生 生源本身在那摆着 就是他生源就是抓了最好的生源 所以说是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可以佐证 这些名校的毕业率特别高 排名越高的时候毕业率极高 不是他故意放水 因为学生太强 这也是个 这也是给大家考虑的一个点 然后另外就是看 总数学历的关系 我们经常会用类似的图 但是我今天选择不一样的 这个更直观 这个是应该是乔治成大学 他们每年会做一个report 用了非常海量的数据 大概两个million 他是从Fedal那边 花钱买的数据 他里边会讲这些收入的差距 大家看看 在你读不读高中和大学没毕业 包括涉及大学之间 这个职业生涯总收入 是比较稳定的 咱们现在退休之后 投资收入 就像你的整个 你工作着 从22岁大学毕业 如果不多年生的话 工作到60岁 65岁之间 大概40多年 你的收入状况 大家看看 真正的这个gap是在 这个大专 到这个就是 Community College 到本科 这个跨度 这个跨度其实幅度就比较大了 将近40%的这个jump 然后再到这儿 最夸张的是这个 最后一个啊 是Professional Degree 因为让图给大家具体界定 什么叫Professional Degree 它的基本的定义非常简单啊 就是你这个学位学完了 你就能去工作 你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个 给这个职业配的 那就讲到一个核心点 那大学教育到底是干嘛的 很多学校鼓吹 我们是在教你怎么做人啊 教你认识这个世界 做实验领袖 我认为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Side Product 它是一个附带的 这是他应该做的一部分就是他 他愿意做 但是看学生的造化 但是就业 我已经因为大学的基本的底线 我付用的钱给你 你为什么不能保证就业 如果这钱是赔的 对吧 很多家人不问这个问题 认为是我去了 我是求大学录了我 你将来我不就业 我要是个牌子 实际上要仔细 慎重的考虑问题 你到底要什么 你花那么钱 真的是买一个名字吗 因为你会看到 专业和你的本身的 这个还有学历学位 差别特别大 同一个学校 即使哈佛的 如果专业选的一般 他就业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 而且将来他会落到一个限点 就是周围的人太成功 他会 他会落差非常大 他接受不了那种落差 人的话就不怕 活得不开心 就怕比较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看 PROFERED牛肉是最夸张的 他的收入基本上是 本科的 1.75倍吧 然后看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我也发现就是 基本上这个 就为职业的收入 你看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一个曲线 它是会跳来跳去的 相对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 从全国层面 平均处来讲 那你的学历 和你将来 整个职业生产的收入 的匹配度 相当的稳定 这个是比较恐怖的 一个事实 就是 就说 很难跳出去 大家看一下 就是45岁到60岁之间 65吧 这个收入达到一个巅峰 个人经历和经验 都比较丰富 但是在有些行业不是 比如说计算机专业 其实它的失业率 是相当比较高的 这个是我在 研究时中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大家看看 最高的还是professional degree 这个还是比PhD要高 但是PhD我个人认为 在社会贡献度上 是最高的 因为他们真正是 走在科学前沿 你像我们的疫苗 你像我们的疫苗检测 你像所有的我们的医院 包括 就是在 你包括CS这个行业的 一些芯片的一些发展 和那个进步 都是来自物理化学 各个领域的这个合作 他们大量的写paper 做research做出来的 但是他们呢 没有得到设备工程待遇 所以PhD呢 相对收入其实没有那么高 professional比较高的原因呢 我个人觉得 一个是这个学位 他的行业 相对比较是那种 像门派一样 你像律师这个行业 包括像医生这个行业 他的门槛相对比较高 而且呢 一旦进了 他一般不太会退休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他会比年轻人的位置不多 所以这种稀缺性的 造成他这种 工作的这个收入 整体比较高 而且这些professional 有个特点 他一般是赚有钱人的钱 你像律师 穷人一般请不起律师 对吧 那个保险 他很多人就没有保险 或者他去那种比较便宜 那种免费的保险 那种医院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 一个现象 刚才我提的professional 里面大家可以看看 牙医律师 这个医生呢 这个各方面 主要是medical方面 还有这个law这几个 就是在硅谷之外的地区 很多人追崇了这个职业 医生和律师 这是华人 印度裔家庭 最喜欢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就是 我刚才提了一点 很多家长就觉得 CS特别好 大家都在追CS 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点 这个我还看了好几遍 我就怕我看错了 这个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说明就是软件 这个层面 它的失业率是最高的 这个数据是18年 没有20年19年 这是教育部的一个数据 已经是非常up to date 就是他统计这些人 这些大学里边 教这些专业之后 他毕业的毕业走向 没想到吧 就是计算机的 这个失业率是最高的 18年 这没有疫情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可能有些有些调整 但是18年应该是经济 比较比较 就是peak的一个时候 美国经济股市创新号的时候 我记得 20年开始那个疫情 家长看看 就为什么呢 可能董华家长知道 因为计算机 是一个迭代特别快的 特别最近世界二十年吧 技术迭代特别快 你在学里边 学了一堆制 可能出来的时候 就被取代了 谁也不知道 而现在有 像那个Facebook 搞元宇宙的概念 搞meta 虚拟世界这些东西 可能变成语言 后来针对VR的一些device 他的一些设备 一些硬件 整个这个系统都要做调整 那谁学的快 没有家庭 没有孩子 单身的那个刚毕业的 能天天扛了一箱红牛 在那加班的 那个可以 对吧 我几天刷题 我把这个coding学会 所以这个行业 看似很赚钱 但是家长要考虑 职业生产总数 如果你的孩子很喜欢 很感兴趣 我认为往里边充就行 成绩差 你可以申请 专业不错 棕牌弱一点的 那做一些活动来补充 包括好一些标画 思考上是很看的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 除那时候是赚钱 我个人觉得啊 你要小心 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访谈 我们有一个同 我们有一个嘉宾呢 他是在medical device 他做一个项目经理 他说啊 呃失业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失业潮 大家就裁员吧 大家都对未来不确定 裁的就是那些转码的 就他本科可能说 学机械学材料的 他觉得不好就业 他就转了 转了那个学coding 先去宣刷内皮 而本科是CS的 相对比较扎实 他一般走的比较远 而且他有那个理论技术 他不是只学coding 所以家长 我觉得在选择这时候 一定要根据孩子 这个特点来选择视频性 不要跟风啊 你看第二个就是 multi interdiscipline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没法判断啊 呃失业率高 就这些英文专业啊 policyian climal justice 这些都是社会公益的 就是人 人为社科里的 这些专业有个共同特点啊 一会我会提到 就是 他学起来其实挺好玩的 就我个人觉得啊 你让我大学选课的话啊 出了计算机啊 这些我都想学学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呢 往往好学的 只通往阅读 和基本的推理 就可以学懂的东西 是没有门槛的 对你没有门槛 对所有人没有门槛 计算机需要大量的逻辑 而且对数学就很高 数学足够筛 筛出大部分的这个实际人 呃 所以这就是这个特点 呃 就是你 你在得到 快乐或者少suffer的同时 你一定会失去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说 快乐教育实际是个伪面题 教育 教育过程可以快乐 但学习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 就是 大家刷过题 背过考都知道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你简单别人简单 对吧 你就能比别人更能坚持一下 你可能获得的收益更高一些 然后这个就看这个收入的变化 他统计了2010年到2018年 这个10年的是有点趋劲的 因为08年金融危机 09年开始 真正的那个股市见底啊 包括一些大量的事业潮啊 10年其实慢慢在恢复 我记得11年是 是那个湾安区的这个房价 一个第五 就是好像是开始往上走了 这个价格是一个拐点啊 所以大家想看 就是说 他对比这个数据 大家看 我内心非常强 这就是最赛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数据 我是不给大家看的 因为没有变化 这就是最悲严的地方 各个行业的薪资是相当静止的 就过了八年啊 10年那时候比较低谷的时候啊 到现在18年年纪那么好 股票翻了N多倍 房价也涨 哎 物价也也不低 虽然最近涨得更凶 大家看这个收入啊 他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整个美国的世界 全世界这个情况 就是 当然我们讲的是普通工作 如果你是在食物链的底段 啊 你是一个投资人 你是有个非常大企业 高科技公司的中高层高管 像那个86年 还是84年 那个推特的CEO 那不一样 你的收入和你的公司的发展 直接成正比 这是为什么最近一些 左派媒体啊 包括一些Liberal的啊 那个Magazine都会写一些 我觉得比较公正的 他们说在20年前 30年前 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资 是员工的可能 10倍5倍8倍 现在都是几百倍 都是这个 这个宽量程度 但是呢 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这种Gap 我一个底层员工 实际上也很高 但是我如果做到谷歌的头 我一年可能光薪资不算股票 就一个亿美元 就这种呢 就是激发了人类 这种贪婪 当然人没有贪婪是不会进步的啊 那我们还在洞里边住着 就是因为这种Gap 让人有了996的冲动 大家都往上拼命的挤 呃 做那个项目经理啊 做director 做VP啊 做SVP啊 做CEO啊 做CMO什么的 就是他这种模式 用股票加那种非常大的这种收入差距 来激发人类这个这个贪婪 这个这个贪婪可能是个比较不少的 但是欲望啊 就这个词 所以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大部分人啊 包括我在那所有人 你看大家看这个薪资是非常平稳的 就是呃 所以说你在选的时候 你的定位一定要精准 你的学历 能力范围内还是要高一些 因为刚刚那个图也证明了 学历高一些 他的收入职业商量收入 他就是局限高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不正的现实 这个图就是这个目的 新闻家长能看到 这是八年 过去八年的一个薪资 美国股市长得那么好啊 经济也不错啊 在过去几届 没有用 薪资的话一直stanic 然后大学专业和失业率的关系啊 这个黑线就是一个中值 呃 平均25岁29岁 就是毕业刚几年啊 这个大概也不到十年啊 就一个是三年 一个是七年 看他们的这个收入比啊 就失业率他这个失业率 大家看看底下这个很有意思啊 教育专业 为什么呢 教育的话 你你你数学 你学不了微积分 你可以教 只要么是 只要么是教不了 你可以教二十万万 你教双数可以吧 教育永远需要 特别是疫情 在疫情的支出呢 很多这个互联网公司 想进去这个教育行业 包括那Coursera 都估值涨了好多了啊 他们都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契机 走那个MOOC 就是那个在线教育 就不需要传递生教育 但现实非常打脸 我相信在座家长感受和我一样 我们没有比现在更需要老师 更需要学校open的 因为我们 只有疫情是我们才发现 学校真正的价值 不是知识的产品 而是这种 创造一个环境 孩子可以互动 这个老师可以管着 也不知道管着 可以有个supervision 小孩可以有一定的这种 社交的这种互动吧 人就是群居动物 在家里边会出各种心理问题 家庭也出矛盾 对吧 就我自己也感受很深 就是疫情期间 你在家里边工作没法当中 因为孩子对吧 你想陪孩子玩 或者是孩子在这捣乱 你想陪人是赔还是不赔 对吧 当你在学校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孩子有自己的关系 而且孩子需要自己的社交 所以我觉得疫情反倒加固了 社会对学校的需要 现在社会无比需要学校 学校提供的是一个场合 大家互动的场合 是一种更多的是emotion 是感情上的弥托 还有孩子的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在美国 在硅谷那边 在东安买房子的时候 当时没有小孩 就大家没有交集的 我们小区都是一些年轻人 没有交集 有大学教授 有在科技公司上班的 然后结果后来 我们现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就是因为孩子 就像遛狗一样 你两个狗在一块 两个狗在逗着玩的时候 这两个狗主人有话聊了 有孩子也是一样 我们因为有孩子很多话题 就是我们会主动去聊 别人会主动和我们聊 就是人和人 有这种羁绊和牵连 所以我就学校这个目的 大家想一想 你在美国来的之前 光明明 你和周围没有交集 你的朋友 很多都是因为孩子认识 所以教育这个行业 我觉得是个常情行业 如果在座的家长 不差钱的话 孩子就要有passion 我觉得可以走这个方向 你不差钱给孩子买几套房 一个投资一定不住 那就让他老老实在这 做自己想做的 另外呢就是 还有一些家长 就说我孩子就是 我不想让孩子活那么累 我希望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要一些不高 反正我们有套房子给他住 也可以 我觉得教育是一个常情的行业 但收入肯定是不会特别高 除非你是学历特别好 想去私立学校教书也可以 但达不了工程中那个程度 然后再往上看 Nursing 这个就更不要讲了 这个不管疫情前后 都一定会高兴趣的 而且这个是将来 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这个electronation 这个我个人感觉呢 我不懂啊 因为家长可能有一些 家长比我懂 我觉得电子工程这个行业 可能这个技术迭代速度 没有软件那么快 所以造成这个 这边失业率相对比较稳定 我是这么感觉的 有种家长可以在 拆在里边给我一些纠正 然后8年前失业率的变化 大家看看 CS一直很稳定的失业率 相对比较高 10年失业率高的不算什么 因为这是个行业问题 对吧 你看 白奥里街为什么那是失业潮吧 美国这个算比较高的失业率了 特别是这个生业business 因为刚金融危机啊 那时候金融海啸来的时候 确实老多的地方 大晚上失业 很多人回到学校去读书 大家看看啊 这个计算机过了8年 他的那个失业率是一样稳定 所以这个行业是一定风险性 就是你的孩子如果不喜欢 他不想持续升级的话 他脑子不是那么快 他只是为了收入 为了你们所谓的梦想去追逐的话 他可能就是将来被裁员的那个 而且你有的家庭 一定是负担不了的 就是因为你要随时学习 他不像我这行业做几年之后的 我吃老板就够了 对吧 因为家长每年需要的需求差不多 我的经验会越来越好 而计算机不是 你的经验可能就是等于零 大家想想当年做船呼机 做小灵通那批人 在大陆地区 对吧 对美国做那个船呼机那些人 他们技术去哪 直接没有了 对吧 还有做那个做摩托罗达那些硬件的工程师 就做那些建材设计的 就是一个行业 直接把这帮人就给打掉了 而且你学的越学历越高 你失业的可能性越大 因为你的东西太专业了 然后我们讲 接下来就讲那个最有钱 我们讲了一些比较有压力的东西 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职业 理想的学业和事业啊 其实很简单啊 你擅长的事 你喜欢的事 你谋生的事 中间这个交叉点就是 这个说起来简单 其实非常难 你在这里边上做一个妥协 做一个平衡 没有人能完美三个都取舍 我没见过 有啊 非常少 有的人也是机缘巧合碰到的 所以这个中间 你要做一个取舍 当你实力够强 你擅长的事足够强 可以养你的爱好的时候 你可以拿它当一个三招 当然三招合一的概率也有啊 看你的能力 就是你要确定一下 你擅长的和你喜欢的事 是不是一个事 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做一个取舍 一个主业 一个副业 谋生的事 取决于你家的条件 我知道在座家长的话 家长条件差别特别大 所以这个我就不下结论 你们自己判断 当然了还有一点期望值 这个我觉得期望值也是很关键 家长条件和期望值也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生 医生这个职业 医生相关职业 但家长也不要觉得非要图医学院 不需要 医学院呢 你看医生这块 除了这个儿医啊 他基本上的薪资在 二十万 二十一万左右吧 这个终止嘛 2020年的这个终止 终止的话非常有判断力啊 他把所有的边缘地区 小医生大医生 所有道科都算 一般在加州啊 硅谷这些地区 包括南加州啊 包括皇上州 这些比较西雅图地区 比较富裕的 包斯坦这大都市 他的薪资会高很多 Rural area 比较偏的地方会便宜 所以作为终止的话 是比较有参考性的 然后呢 这两个呢 是不需要读medical school的 这俩读master就可以 这俩是比较火的 我们一些学生呢 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 已经给他们往这方面引导 孩子学生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对这方面很有 很有爱心 很喜欢照顾人 这两个职业都可以考虑 而且这两个职业 有个非常优势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是 就是unplug unplug 就是你想多工作 你就能赚钱 可以加班 可以赚 double的那个加班费 你不想赚钱 你可以休假 就工作 因为你的工作和技能是一定的 你受过这个training 你的你的这个就是 你的付出和你的回报率 非常成正比 就你假如说 今天我想多赚钱 我今天想20万 那多加班呗 而且covid吸烟 我这年轻人就多加班 会赚很多钱 就这个职业 我认为flex ability非常强 你可以培养你的爱好 以前我一个球友 他是学那个pharmacist 学学那个药剂师的 哇天天忽吃爱喝 我们就是没事打球打比赛 他他打各种联赛 亚裔的联粉 他过得就很惬意 他就是学了个这个 他就 他是非常喜欢玩的人 但他需要一个谋生的技能 他就学了个药剂师 比这个稍微难学一点 收入也高一些 但这两个呢 就是要求没有那么高 本科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强 但是呢 你的生活化学 还是你的基本学科 这个我觉得适合 喜欢这个 但学基础没有那么强的孩子 然后这个physical therapist 这个也不低啊 大家看中指的话 都9万多了 这个不是大家想的 那个普通的理疗师 他基本上也需要 非常高的学力 家长的话 如果有医疗的 可以单独咨询 然后接下来就是 大家看这个周期啊 这个我们之前 专门讲过医学院的 这个培养周期 确实很长 呃 但是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 你可以pivot 你可以转行 呃 有本科就可以拿叫 拿那个nursing的 一年毕业出来 七八万 也是数据不错的 既然可以 进口功退口手 你可以决定考不考医学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 呃 做那个呃 register nurse 呃 但是呃 有一点啊 就是老龄化的情况 就是人的脾气数量 会越来越决定 我们的人类 寿命极限啊 大概120岁左右啊 就是大家都在慢慢变老 然后呢 慢慢会活得更长 就这社会面临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医疗压力 因为没有多少人 是有钱的 能自己注意 那么好的facility 所以你要不就是请人 或者要不就去医院 看病 自己大家注意 所以医疗 呃 senior care这块 未来几十年 非常大的招养产业 就是他照顾的是西洋 西洋 西洋红的职业人们 然后呢 但他是一个招养产业 加上可以关注这个点啊 计算机的话 看年龄啊 虽然挣得多 但是我觉得职业稳定性 不如这个 然后这个就刚才我提的 呃 牙医啊 那个pharmacist 还有那个心理医生 这些都算 就不如那个 那些 这些医生赚得多 但是他职业风险小一些 就是不会那么累 然后律师啊 强度价就忽略这一点啊 这是高薪行业啊 差别特别大 可能家长接受的都是移民律师啊 还有那些啊 做一些针对华人的 那个赚钱不是特别多 基本上是生意 但是基本上 如果你是做律师法 或者婚姻法 一些相对比较大的律师 他的收入比工程师高得多 而且他们更容易混成partner 就他们做的越久 年龄越大 他们做的越久 啊 他们会越赚钱 而且就靠经验就行了 就卖口碑 就卖口碑 就非常 他们一小时资讯费上千 非常贵 然后呢 但是loss有个特点啊 如果家长有这方面资讯费 可以单独单独单独约时间 呃 这个 这个看学历看得非常好 他只看前十次 每年有个T14 在法学院里边 他有个常识 你如果是个证明法学院毕业的 你就会非常好 如果你是底部法学院的 你将来会一屁股诈 非常难就业 律师就业 现在很多人是 一堆诈就不了业 为什么 律师的两节分化非常强 就他的那个就业 因为他非常看重帮派 而且他的职位不是很多 他提供的这个岗位没有很多 因为他可以做到退休 像我邻居73岁当律 还当律师 一个白人律师 他在那个conquer上班 他 他不退休啊 我可以看他80岁啊 那年前就来不了吗 而且他的工资名都在涨 对吧 因为他的资历都在这摆着 律师大家喜欢清老的 对吧 所以说家长要注意这各个点 就是你不要只看区势多少 你要看这个岗位有多少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呃 职业生涯总数 然后的office 然后呢 这个就我最喜欢的 看的一个美剧啊 然后上课 上课这些数都不错 非常好 这个其实我有点惊讶了 没想到那么高哈 因为在全国范围来看 终止难道这么高 比比一些计算机的岗位都高 这个是我很惊讶的 就说明商业的极度发达 呃 美国社会商业社会比较发达 然后呃 这个工程师这个啊 给大家看一个很有意思啊 很多人以为这边都是 起起步package20万 我觉得那是很少的大厂 这是美国的中值啊 9万多 就所有计算机 除了底下这两个掌位哈 软件工程开发师和这个 这两个之外 大部分他都规定 因为他这个是这样 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呢 不会具体到每个职位 他会做一个比较generalized的item 他会分类比较比较比较粗犷一点 但是呢 基本上大家都往这凑 所以他这个呢 就代表大部分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 薪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 硅谷是个特例 而且我们家长 现在硅谷都没有占大多数 然后大家看这边 嗯 这个是剩下的一些 我就因为时间有限 没法给大家具体讲 基本上和数字打交道 工程经理呢 是偏建筑的方向 这些都是和数字打交道的 第四个很 第五个很有意思啊 偏商科对我一个 个人服务和娱乐产业 这个呢 就是那个 不是Vegas赌场 就是 就是service industry 比如你的酒店啊 高档的club啊 包括一些就是那个conceal service 就说白了你是服务有钱人 进入留在现在院 你赚钱会非常多 同样都是商务经理 他们的收入非常高 这个适合一些 特别有商业头脑的孩子 然后哎 那后面的教育路径 我们看看啊 又回到刚才那个图啊 首先一点就很明显 你受教育程度越高 咱先不说排名啊 把排名撇在一边 你的收入基本上是稳定的 而且别忘了是职业生涯 你的职业生涯 trajectory是非常稳健的往上 如果你一旦在这个category 你真的是很难 跳出这个圈子来 但是呢 大家看看很有意思啊 美国大学最火的专业 这是美国教育部统计的 商科里还是学的最多的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商科相对比较好 而且孩子什么都不缺 不确定的情况下 他会学商 因为商的话 我们生活关联度最大 就是你再不计你也会 因为你会买东西吧 你会花钱吧 那商科里你就读总 而且本身商科学起来 非常有意思 我拿过一个商科的课 我也拿过一个商科的 这个master degree 所以商科本身学起来 我觉得过程非常有意思 一个东西 只要你能聊 你能写 这个专业对你来说 拿份是问题 健康医疗类 这个呢 因为大量的需要务动力 也是比较缺 就这些其实和咱们刚才看的 那些高薪职业差不多 然后接下来就看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一点啊 大家看看啊 大学没毕业 还有这个是本科 本科这个中值啊 中间这个中值啊 这个是百分之 这个是top 这个是bottom 中间是50% 大家看看很有意思啊 其实这几个差不多的 就是如果是你是一个 社会大学的毕业 其实你要真努力 你能达到顶端那批人的话 你的收入和本科 中值的差不多 但是呢 到这就差大了 如果你是professional degree MBA啊 JD啊 或者PM Medical的 你的收入是秒杀这些的 然后doctor degree master 就这块就开始差距比较大了 就非常明显的一个gap 但是有一点啊 professional degree 你想拿一个 呃 这方面的学位呢 其实对你本科的GPA要求非常高 然后对你学要求很高 假如说我们都是3.7 去申请一个医学院 或是一个法学院 如果我的学校排名高一些 他肯定占便宜 因为 他本科的这个声援的 整体学术质量是会好一些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在一个排名地理学校 没有问题 你可以 但你要保证自己GPA够高 你的活动够强 你的领导力够强 和咱现在倒退回来 咱高中一样 很多像说 但是你要 你但是对你的要求就更高了 你要在一个一般的高中 你要在里边非常拔劲 所以就是一个没有 没有太多趋势的地方 就是你 你如果想在收入层面 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你不可避免的要 要要陷入竞争 因为谁都想要最好的 你想要做出付出 而且这种付出不是光努力 你要做一条适合自己的 这个发展路径 你擅长什么 喜好什么 你在单位时间内 未来三四年 大高中的三四年 你最喜欢能做成的 效率最大化的是哪个 是 就是钉在标画 钉在活动 还是钉在那个GPA 还是三者都均衡 这个都不一样 然后刚才也看了 就增长基本上比较稳定 这些专业 大家能看到明显的 Health profession 就是我们的朝阳产业 Health care这块 就是senior care 包括普通的medical 包括疫情期间 这个岗位更需要 这个是很多家 可以考虑的一个点 如果你计算机 不一定擅长的话 因为这个我觉得 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生物和化学呢 没有就是试难学 但是你只要愿意下功夫 做足够的铺垫 普通的textbook还是容易达到的 它不是太多逻辑的偏记忆 逻辑的方面的话 是有一定天赋的 智商高的还是却是占便宜的 然后大家看看收入的关系 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数字 对在座的加入家长 可能不那么exciting 但这个全国的一个中位数 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电子工程集团机工程 还是独占auto 中值的话是5万多 这个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18年可能现在高了 因为物价有点提高 大家看看和刚才一个道理 为什么圈这红色的 这些都是很好玩的 就是大家很有兴趣学的 有的人喜欢学历史 社会学很有意思 如果现在我回到本科大学 我一定去学社会学 我非常喜欢 就是研究人 但是又不是那么 biological那个层面 我对文化特别感兴趣 所以大家看看 好学的工资都低 这是一个 就你学的过程很爽 就可能也不爽读书 但是对于爱读书的人 说这是一个非常爽的过程 但是写程序 做lab不会特别爽 就是再爽的话 你也很累 因为确实那个数学 和那个物理 那些学东西比较抽象 他和生活关系都比较低 所以学的过程 比较suffer专业 一般就业都还可以 然后家庭教育规划 回到我们的老本行 那家长的话 在座可能有七年级 八年级 有九年级 十年级 甚至有十二年级的 也在看 可能自己有小 有更小点宝宝 就大家看看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高中之前 你构思定位 刚才我给了海量的信息 就家长考虑考虑 你对孩子的期望 这是什么 孩子自己的 你自己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孩子 你的孩子的品性 性格 态度 work ethics 你要综合考虑 什么行业适合的 做一些research 或者和我们单独 约时间咨询 就是你再做一个评估 那从这样倒退 从那未来发展的路径 你考虑他未来几十年 他能干什么 擅长干什么 因为有一点非常有意义 性格是很难变的 就这个 我自己身上带我父母 那些印记 就是 就是这个很大遗传 就是一些生活习惯和性格 性格非常绝对 这个孩子将来发展 因为有些职业 性格非常关键 你比如说 做一些比较严谨 仔细的工作 细致的工作 有些人性格就不适合 对吧 有些创造力的工作 有些人本身没有什么创业 没有什么点子 但做事很细 他就不适合 所以性格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filter 所以加上可以结合这个 而且你孩子已经在初中 或者高中了 你上一些课 哪些课得上的飞机 哪些课得上的明白 其实我们就不用自我 自其其人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一定会帮他补课 拿到A 但是不代表他学习效率高 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 拿这个A 但有些孩子这课 他玩就拿A 那你就明显知道 这孩子哪个方面 他是有天赋的 他这个学合里边 一定有比较擅长 然后9年级实验观察 做程序的家长 比较知道 我做这个产品 我就看嘛 活动上的事啊 包括一些课 9年级课的话 都要上一点 复盘 10年级的话 就要做调整了 11年级测试完毕 基本上集中精力 做最优秀的那点 12年级市场检验 你的市场检验 就是大学 大学怎么评估你 通过给你的录取 和奖学金来界定 你是不是适合 他们删杀的标准 排名越高 或者专业排名 和综合排名 任何一个越高 他的录取标准 一定是最严的 不是说他教学质量 一定那么好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他吸收的生源 是足够经过删选的 那他们小时候的这个名气啊 包括教学资源 也会在这配套 但是还是那句话 因为在座家长呢 你们孩子所处的年纪不一样 我觉得什么时候起步都不晚 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 很多人花很多时间 研究了对方 花那么多功课 研究大学 什么时候是截止日 什么时候没有用 你忽略了自己 大学不在乎 你对他都了解 大学在乎的是 你对你自己的了解 然后你再结合 你对他的了解 做一个嫁接 然后这是几句正确的废话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重复啊 因为每次我们都有新家长 物质基础结论上线 可能我们遇到一些孩子 被加州的一些 不良的教育 要追求梦想要做自己啊 精神层面的附作 不行 你没有躺平的资本 确实是现在一个手机 只要有电有网 他就能带一天不出来 但是那是前提是父母 给你提供了一个 shelter 给你一个房子住 给你给你食物 不用你管这个不用管大 你只要学习行了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家长呢 应该有责任 让孩子理解 我们来的时候都不容易 我们挣钱都不容易 对吧 你用你的责任 你用你的family responsibility 然后呢 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你如果大学不能按时毕业 那你这个贷款自己付 很多时候我劝一些家长 我说你有钱 你也要给他贷款 你不要在乎你的小钱 你要有那个责任感 白给他钱没有人珍惜啊 但是当然有的家长 有的孩子本身比较自觉 就不存在那种问题 对一些不自觉的孩子 可以用一些非常贵的方法 来给他提供一个环境 他知道去努力 而且我非常强烈建议 家长让孩子从小 从高中有打工的这个想法 因为你把他送各种 那个camp是挺好 但是如果没有打工的用力的话 他很难不理解你 所以我讲的这些都是一些 比较惯的孩子 比较宠惯的宠的孩子 孩子是这样 不管家里边有没有钱 我觉得惯是分家长的 和钱没有还有多大关系 我这种很多条件 很好的家长 一点不惯孩子 有些条件很一般家长 宠的宠上天 孩子非常不懂事 所以我觉得教育方面 家长可能要多研究 这方面就是 让孩子去理解你 去能够理解你的一些想法 你的一些感受 有钱不一定幸福 没钱大贺利不幸福 最近这高物价 房价油价 这个咱们去趟Costco 买的牛肉这个价格 家长肯定比我还听说这个点 然后没有家庭孩子责任 我觉得无法理解 就重复刚才那句 你永远有参与家庭的责任 我觉得不要耍 你只要好好学行了 不要带那点 美国家长做得很好 我们对面 从Texas搬过来一家人 他们在谷歌工作 这个爸爸周末就自己 去回睡觉前后忙去了 孩子在外边 给他拿那高压水 然后再洗涤 再刷那个刷车 就孩子就很习惯这个事 就是这是你的责任 家里边 平时我什么都做你做 对吧 你学习的话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来学习 我觉得这点 家长可能要孩子 做参与家里边事 而且那样的话 孩子会越来越有主见 不会什么都没有主见 因为他从一点小事开始做 他就会做判断 那你可以让他去失败 但是他得从小 做这个决定的能力 好的 谢谢贝老师 今天的分享 我相信这个信息量 也是非常大 家长们可能需要点时间 好好地消化一下 这个我看到家长 今天这后来 来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再继续解答了 那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来试着帮您解答一下 或者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家长群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讲究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贝老师的这个分享 那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